你居然总统候选人 还卖给同党的立委面子 那不是商品好不好 可以赚钱 我觉得这真的是 哇 这是商业奇才 阿伯我真的服了你 幸好我的党主席 你没去开公司 被医生怠怒 被市长怠怒 真的 幸好我的党主席 不叫柯文哲 不然我真的会堆心肝 通常是立委选得好 总统一起选得好 立委帮忙发总统的文宣 这是互相拉台的 怎么会有总统把自己的面子 做好之后 卖给立委候选人 我真的生的眼睛 发眼睛 参与政治将近二十几年 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而且还不是送 是卖 卖给立委候选人 而且听说还卖得比较贵 台南的这一场 台南的这一场活动 被爆出来说 他从食乐 报了四百多万的场地费 然后这个蔡婉晴 就是当时的主委赶快跳出来说 没有哦 不是四百二十五万 我告诉你 我去借场地 都还零元 因为台南市党部 台南市政府 是没有收钱的 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民众党 台南市的党部 的党员群组就爆炸了 他就说什么呢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次仗真的有问题 其实早就不意外了 他说去年小额政治捐款 送袜子帽T等 他捐款完之后 结果五月他没有拿到收据 那如果是买的话 也应该要拿到发票啊 所以他既没有拿到收据 也没有拿到发票 那他想要问 这些东西到底跑到哪里去 其实我要请黄国昌 今天开直播的时候 说明一下 你不是说阿伯不会摊 因为阿伯就吃一个便当 每次见面就是吃便当 吃便当还吃得非常快 那我们都吃便当 兄弟大饭店 就是你家的便当 你家的菜馆吗 我们来看看 这次先进公布之后 发现至少四比 在兄弟大饭店吃饭 吃一顿饭是八千两百五十块 到底多少人吃的 我比较公平 我们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吃 但如果是十个人吃 一个人也八百多 对 这个跟他黄国昌 所说的只吃便当 吃很快 感觉不一样 四叉猫直接讲了 柯文哲对自己是很大方的 他昨天睡前又翻一翻 柯文哲去美国 几天租的车子 叫做八十几万 都可以买一台车了 从很多数据账面 都看到柯文哲对自己蛮好的 所以当初 记不记得他刚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要去日本出差 做了经济舱 做经济舱 这叫做假人舍 所以现在大家看清楚了 另外去台中 也要吃一下 米其林推进的庆春园 但是这笔账 大家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同一天 午餐晚餐都在庆春园吃 不离谱 就是说 我的天地来台中 这间好酒 我就会吃 这也不离谱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刚好金额都一样 都是 都是 二六七八三 一模一样 到底是一发票两用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一发票两用 还是怎么回事 现在希望柯文哲可以说清楚 真的很省吗 新光三月买衣服 花了两万多 新光三月买衣服 花了两万多 这可以报政治现金吗 我不明白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 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好 自己是兄弟大饭店 四季吃什么 来看看 第二张 四季吃都是一百块的 便当 我们画出来 而且都不巧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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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百 到底这是刚好一百 还是说你就是 拿小春天发票 都用天一百 不明白 怎么回事 你追错了哪些蛛丝马劲 以及我刚刚讲的 这个面子全台湾九百六十万 很正常 那为什么 这个参选的人说 这个面子 我们还得自己花钱买 那他的收入在哪里 是啊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说 总统选举 去做到面子 或者是做到这个菜瓜布 其实是很奇怪的 因为哪有总统 在那里的人 有面子 因为看到面子 就会带给你了 哪有可能有这个事情 所以总统候选人做面子 除非是地方议员 或是地方立委选举的时候 把总统放进去 我觉得这非常正常 但是由总统竞选总部 去做面子 发到地方党部 发给立委 这就不正常 怎么会 我还可以卖钱 对 然后我今天最爱意的是 你居然总统候选人 还卖给同党的立委面子 那不是商品好不好 可以赚钱 我觉得这真的是 哇 真的是商业奇才 对啊 阿伯我真的服了你 幸好我的党主 你没去开公司 被医生怠怒 被市长怠怒 真的 幸好我的党主席 不叫柯文哲 不然我真的会堆心肝 通常是立委选得好 总统一起选得好 立委帮忙发总统的文宣 这是互相拉台的 怎么会有总统 把自己的面子做好之后 卖给立委候选人 我真的 生的眼睛 发眼睛 参与政治将近二十几年 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所以这笔账通常就是 所以地local的参选人 印的账 对 不是中央党部 印给总统竞选手部的账 当然是 比如说我是立委候选人 我要不要去扫市场 我要面子啊 因为面子是最便宜的文宣 所以我一定会做面子 那面子的 正反两面的时候 一面是我 一面是我跟总统候选人 一定是 的合照 或者是我们有共同证件 我也会写在这上面 这是通常的做法 那现在民众党的做法是 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把这些面子全部都做好 而且还不是送 是卖 卖给立委候选人 而且听说还卖得比较贵 这个台南的这一场 台南的这一场活动 被爆出来说 他从这个石乐 报了四百多万的 这个场地费 然后这个蔡婉琴 就是当时的主委 赶快跳出来说 没有哦 不是四百二十五万 我告诉你 我去借场地啊 都还零元 因为台南市党部 是台南市政府 是没有收钱的 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民众党 台南市的党部 的党员群组 就爆炸了嘛 他就说什么呢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次账真的有问题 其实早就不意外了 他说啊 去年小额政治捐款 送袜子 帽T 等 他捐款完之后 结果五月 他没有拿到收据 那如果是买的话 也应该要拿到发票啊 所以他既没有拿到收据 也没有拿到发票 那他想要问 这些东西到底 跑到哪里去 他原本要捐给阿伯的钱 他到底跑到哪里去 是跑到竞选总部 竞选总部也应该 要给我捐款收据啊 跑到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也要给我发票啊 但这笔钱就不见了耶 然后这个人啊 痛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吴子嘉他自己讲 他在节目上讲过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其实这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捐给柯文哲是一千万 一千万 这是一千万 这一千万我们不敢 但是柯文哲的支持者都是 因为他们这一千万 他们的生理人捐一千万 有自己的目的的嘛 或者是比如说 他财产就这么多 一千万都要来 不对嘛 哦 那个不是精准 那是修行人 原一千万那个人 可是我不要讲他是谁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好好 那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蛮热衷政治的修行人 你这样一讲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但是这些小草 他们都是辛辛苦苦 自己赚的打工钱 或者是三万块 四万块的有领星阶级 人家贴重量就贯给你 对 你这钱走去对 这些小草 可能真的对于蓝绿的执政 有不满的地方 所以他们期待 阿伯真的能够带给他们的新气象 他们也觉得 阿伯真的会斟酌 用他们的捐款 但是如果连捐款收据 或者是发票 都没有 那代表这仗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知道吗 他怎么讲 他最后他就讲说 他相信这个群组里面 一定会有人流出去 但是他还是要讲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让他太伤心 所以这个小草 已经开始跳船 黄国昌说 柯文哲不会贪污 因为他都吃便当 结果真正吃便当的是谁 真正吃便当的是司机 司机吃便当 柯文哲在吃什么 柯文哲的 抱的兄弟饭店 吃兄弟 对 吃兄弟 然后还吃这个 吃米其林 吃这个蜜园 清元春 白饭配金元宝 对啊 你看这个清元春 它其实是米其林的饭店 很难订 所以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是一天就订两桌 两桌分开开发票 这也是有可能 可是这件事情 对小草来讲 他们情何以看 他们是认为阿伯吃便当 所以捐一百块 两百块 五百块 两万块 三万块 捐给阿伯 结果阿伯去吃蜜春园 这件事情情何以看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更离谱的是 他们居然在新竹市 去报交通费 居然一报 报一万多块 一万七 一万七 很扯 这到底是灌水 还是真的你停车费 你就停了那么多的钱 因为他们民众党在去年 十二月二十三号 在新竹是有造势的 但这个停车的时间 是十二月二十一号 是两天之后才有造势 那停车费怎么可能提早 提早脚 这件事情都很异常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 你知道吗 现在在查账很多人 我都认为在网络上爆料的 其实不是绿营 也不是国民党 是这些小草 花到有一点夸张 包含新章的竞选总部 花了一千两百万装潢 其中还有一笔 是八十一万的音响 我不相信装潢一千两百万 你把我杀了 一千两百万 可以买在新章 至少半间房子的 可以哦 二十一百公寓 二十一平的公寓 二十几年 三十年的公寓买得到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在你 额头上贴一个 一千两百万的装潢费 怎么付的 说清楚讲明白 每天就问这一笔 那厂商一定被解答官叫去 是这样子吗 对如果有发票的话 他下一波就会掉厂商 那种很离谱的厂商的案子 他设计公司也付了一百多万 付了两百多万 然后设计公司出来讲说 他们民众党公布说有五百平 结果设计公司说没有 只有三百 然后人家再去问民众党说 到底是三百还是五百 吴亦轩说三百五百不重要啊 不要再认真啊 不要再去讲滴滴答答的 什么会不重要 三百平的装潢跟五百平的装潢 怎么会不重要 你会发现真的是天佑台湾 没有让这种人继续重振下去 幸好柯文哲没有当选总统 或者是没有蓝白河 他如果当了 他如果真的蓝白河 让他当了副总统 或让他当了总统 你知道他之前要的什么位置 他当副总统还要兼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你一个竞权总部都管不好 管行政院长 而且他那时候还要 除了行政院长之外 他还要什么位置 他要主计 他要财政 他要清管 主计李文娟 主计李文娟 NCC管长 你这个回复太好了 他一直都很会监督 我的妈呀 他自己的竞权总统都无人监督了 你可以想想 如果财政部长是李文中 然后主计处长是李文娟 你不觉得台湾要爆炸了吗 你把双目镇放在什么地方去了 对啊 双目镇应该是主计 双目镇是主计这样子 好啊